200块钱的宝带饭肯定好吃 轮胎三星新荣记 4个人2125 含有15%服务费 这次大江南有什么感悟 没有太多感悟 除了上海 其他地方几乎都是一样 跟美京都差不多 只有上海是所有菜都带甜口都偏甜 只有上海 老林就配虎皮花生98 这不叫什么煮花生吗 这虎皮花生煮的软软的面面的 一点都不脆 不下酒 这怎么吃啊 你没吃过林荣吗 我吃过但忘记就吃了 这怎么口口吃啊 真的好费劲啊 我还小时候吃这个东西呢 现在还是拿去车手车撸呢 怎样 林荣就是林荣啊 没什么味道 脆皮妙林荣 176俩 和88一个 脆皮不错啊 真的很脆 鸽子肉腌得很有味儿 肉质还有弹性 你干嘛给这儿留他俩子了 一是这样腌肉味儿 二是它要挂一遍皮水 跟那儿风干 这个然后去炸 它的加工时常要比那个盐水那个长好多 腌的时候就把这个腥味 什么的血腥味啊 我们的就都压下去了 这个肉质不错真不错 臭豆腐配鱼子酱 你猜这臭豆腐多少钱 要入计存器了 按科钻是吗 你还臭豆腐 多少钱一个 三十 六十八一个吧 四十六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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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尝一点点一个 一般 还可以挺有的臭豆腐味儿的 但是我喜欢那种臭豆腐是 腌的这个豆腐里边开始溶解 开始分解了那种 白毛肉质 就里边好像奶酪式的那种感觉 开始融了 臭豆腐的味儿有 但是还是一个豆腐的口感 然后鱼子酱呢 就是鱼子酱 其实就是抖音上你们老看它们那个圆壳的那个 是那个 密质熏肠鱼小份188 先甭吃啊 就说卖一下啊 这个熏肠鱼 可是不及和平饭店啊 尝一尝 外酥里嫩 它这个吃的呢有一点酸甜味儿 然后鱼肉呢 炸的没有那个和平饭店那个那么狠 这个熏肠鱼就是从卖相 味道 口感 比人家哪儿都差了一点 萝卜片 168 墨鱼 非常的软嫩 就和我想象中不一样 我们过去弄墨鱼 墨鱼都是 让你觉得耿啾啾很有口感 就是那样的 这是得嚼的那种感觉 我再来块豆腐啊 豆腐还挺香啊 配合一个咸鲜微辣的汁 你看过去有那个叫 把牧鱼和排骨一块炖的那个 香菇借一点味道 就这个 我们没有吃出一个融合的味道 其实菜挺好吃 吃不炒菜口啊 味道我们都挺好 回旧雪花儿牛肉 咸鲜带甜 甜味儿明显比北京那个 正常炒菜的那个甜味重一点 所以我说这一吃 这菜一进嘴 这感觉好像在上海似的 那个牛肉脂肪的香味很香 但是有一点要说的是 它这个肉经过抓过的 可能我个人就觉得 如果说一块高品质的牛肉 经过咱们像中餐那样 上浆挂护的去腌制 以后这个牛肉的口感和味道 会有点变化 烤鸭358 人点是一只吧 人家一只就出一排 人家的小 三天的小煮鸭 你刚才说了多少天 三天的有点瘦 二十天 反正十几二天的小鸭子 葱汁 黄瓜 我就论一卷黄瓜 来块皮尝一下 就我说过北京烤鸭 现在有两个牛排 一个是酥和脆 这种就是酥 这是酥的 看听听它的厚度 我们再对标一下南京烤鸭子 区别挺大 酥 会有别的酥 酥叫什么 就是微化饼干 是酥 酥脆是什么 薯片 明白了吧 鸭肉 这烤的虚度有点老 这不像那种大的鸭子 说你长时间烤啊 里边的肉多 因为它个儿小 肉少嘛 很正常 他们家这个烤鸭 我说白了啊 就是大肚 家常萝卜片 嘿嘿 你猜多少钱 88 萝卜很烂 咸鲜 味甜 88 这也是萝卜 辣味保仔饭 这一锅是198 分了我们次碗 200块钱的保仔饭肯定好吃啊 里边给的肉多啊 你们以为它能出来可熟的味道吗 这还是保仔饭了啊 做总结啊 首先要是先说 咱们先说这家餐厅啊 菜做的都挺好 从味道到口感到食材都是不错的 像这种是高端商务的餐饮企业呢 你什么大龙虾 大海鲜 咱们可能就是不会点的吧 在这种餐饮企业呢 给咱们留的点菜的空间 其实并不大 我想说的是 咱们一些中端品牌 它给咱们多数消费者留的选择空间会大很多 而且从食材从味道上并不会差 这是咱们借着人家米其林三星说的人 就是捞的两句说这个事儿吧 形容这些菜挺好吃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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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